而在腰月之后 身旁的楚清禾 也是察觉到一股先天境初期的真气波动 嗯 心中轻一间 楚清禾的视线 也是随着这一股真气的波动而移动 一直到目光转向内院东边 这墙壁方向时 楚清禾面容青苔 脑中第一时间 想到了白天那几个神水宫的弟子 难不成美男计失败了 不过念头回荡 楚清禾又是摇了摇头 白天那几名神水宫的弟子 毕竟是吃了亏 即便是现在上门 也不可能如此拖大只是一个人过来 这跟送死没什么区别 那问题来了 现在大晚上上门的这个先天境初期的舞者 又是哪个嘎他来的 也是在楚清禾的注视之中 随着院墙外那舞者的真气波动 更加浓郁了几分 下一瞬 一道黑影宛若大雁一般腾空而起 然后快速地进入到院中 苍老到满脸都是褶子的面容 带着沉着冷静之感 不是白天的曲阳还能是谁 而当曲阳身体疼空间 曲阳的视线也是第一时间 锁定了此时院中的曲飞烟 此时的曲飞烟 尚且还沉浸在书前的苦闷上 可在曲阳的眼中 此时曲飞烟脸上的郁闷 曲飞烟的脸上就不是郁闷了 而是待在东方不败身边时的苦闷以及委屈 将亲孙女此时的委屈的样子看在眼中 曲阳眉头就是一皱 深吸一口气后 坚定了带驱飞烟逃离火坑的决心后 曲阳嘴中发出一声清贺 声音出口时 曲阳身体之中 真气的波动更为猛烈了几分 带到脚尖在院中 飞舞的一朵白色月季的花朵上 轻采接力后 速度掠过树杖出现在曲飞烟的身边 一只手直接抓着曲飞烟 然而 还不等曲阳开口 下一秒 一口鲜血便是从曲阳的口中吐了出来 注意到曲阳的动作 腰越眉头轻皱 真气流转的瞬间 空中那些被曲阳刚刚吐出来的血液 就是在一股特殊的力道下 瞬间被聚拢成一股 然后 在空中那无形的力量操控下 这一股血流 就是这样重新被塞回到了曲阳的口中不说 避免了桌上的麻将 被曲阳这一口鲜血沾染 看着腰越此时的骚操作 楚清禾不禁眼皮跳了跳 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自己的喉咙 好家伙 头一次看见吐出来的血还能回去的 这边 随着这一口老血被腰越重新塞了回来 曲阳的眼睛 也像是被卡到了喉咙一样 眼睛直接秃了起来 同时 因为毒素的原因 此时曲阳身体 也是因为毒素的发作 而忍不住颤抖间 便软软地瘫倒下去 察觉到 忽然有人出现在身边 毫无准备的曲飞烟 也是吓了一跳 不过当转过头时 看着这张满是褶子的老脸 曲飞烟一眼就认出了是 自己的亲爷爷 心中大惊间 曲飞烟眼疾手快地拉住了曲阳 随后 看着此时嘴唇发黑 鲜血快速从口中流出的曲阳 曲飞烟连忙转过头 看着楚清河道 公子 这是飞烟的爷爷 不是坏人 爷爷 听着曲飞烟 对着闯入院中老者的称呼 楚清和眉头轻挑 看向曲阳的时候 眼神也是多了几分古怪 心中虽说疑惑 但面对曲飞烟所言 楚清和还是第一时间轻甩长袖 内进泵发下 一些药粉也是飞向曲阳 伴随着曲阳的呼吸间 将这些药粉吸入口鼻之中后 溅入体内的药粉 也是快速中和这曲阳身体之中的毒素 随着毒药被中和 曲阳脸上的以及嘴唇的乌黑 快速地退却 只不过在身体稍稍恢复了一点力气之后 曲阳却是猛地咳嗽了起来 一边咳嗽 一边还有血从曲阳的嘴角滑落 脸上充满了痛苦的神情 等到将喉咙里面的血壳出来后 曲阳第一时间却是看向腰月的身上 眼中不自觉地充满了惊骇 竟然还有一个宗师镜圆满的高手在 显然 此时的曲阳没想到 在引走了东方不败之后 这院中竟然还有一个宗师镜的高手 一时间 曲阳心中忽然有了一种万念俱灰的感觉 反观腰月 在确定了此时曲阳的身份后 腰月柳眉清皱了一瞬后 真气也是瞬间收敛 然后收回视线 但当腰月举起酒杯时 却注意到一旁 楚清和那似笑非笑的眼神 对此 腰月理直气壮道 我又不知道她的身份 方才留守 已经是不错了 听着腰月所言 楚清和也是心中倾笑 随后楚清和看向曲飞烟道 话说 你没有给你爷爷说我这院子里面的情况吗 怎么会让他深夜翻墙进来 面对楚清和所问 曲飞烟一脸郁闷道 没说 我也不知道 他会直接越墙进来 回应了楚清和一眼后 曲飞烟一脸疑惑道 爷爷你怎么不敲门 面对曲飞烟的询问 曲扬看了一眼曲飞烟 又看了看对面清冷的腰月 神情不禁犹豫了起来 将曲扬这反应收入眼中 楚清和眉头 轻挑忽然来了兴致 几夕后 随着楚清和脑中思绪转动 仿佛是想到了什么 开口问道 等等 刚刚那日月神交的传音 不会也是老爷子 你找人弄出来的 闻言 曲扬面色不由一江 虽未回应 但就曲扬这一个反应 意思已经是在清楚不过了 至此 楚清和隐隐也是猜到了 曲扬今夜的目的 显然是产生了什么误会 想着将东方不败引走之后 将曲飞烟带走 承北 此时的东方不败身体周围 真气环绕 副手而立那华丽的火红长袍 亦是无风自动 而在东方不败的身前 则是有着一具刚刚被东方不败击毙的尸体 在其手中 则是有着一个样式特殊的哨子 随着等待了几夕 桑三娘等日月神交的人 此时也是出现在这城北的位置 当看到副手而立的东方不败时 桑三娘等人皆是半跪在地 教主 目光在桑三娘等人身上扫了一眼 东方不败冷漠道 桑三娘 你的密哨呢 桑三娘先是正了一下 随后快速地从怀中掏出一个哨子 样式倒是和地上那尸体手掌 心中的哨子一样 看着桑三娘手中的哨子 东方不败 眉头轻皱 日月神叫作为一流势力 自然有着自己传达消息的方法 寻常弟子之间 往往是通过特殊的暗号 进行简单的消息传递 但在成为日月神交的长老之后 手中便会多出一个密哨 可以说是日月神叫中长老的信物 也有着发出信号的作用 平日中 若是有事情通报东方不败 桑三娘等日月神交的长老 也是通过此物 而现在 桑三娘手中的密哨并未丢失 地上这人的密哨的 来源自然就有些耐人寻味了 旋即 东方不败脑中 一闪忽然看向桑三娘道 屈阳呢 桑三娘拱手道 回教主 去长老上午 见过教主和其孙女之后 便于四十末的时 从北城门离开了 离开了 东方不败 心中冷哼一声 随后袖口轻甩 身体几个闪烁间 便消失在桑三娘几人的视线之中 院中 此时的曲阳 已经是被屈非烟搀扶到了 自己的房间 爷孙良也是在屈非烟的屋内交谈 小招这边 已经是将地面的血迹清理干净 乖巧地坐在石凳上 这时 伴随着空中隐晦的波动浮现 之前离开的东方不败 也是重新回到了院中 闻着此时 空中尚且还未彻底消散的血腥器 以及石桌旁那明显被清洗过的地面 东方不败抬眼看了一眼去飞烟的房间 随后问道 曲阳 楚清和轻轻点了点头 示意了一下后说道 独裁刚刚解了 听着这话 东方不败哪里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明显是曲阳之前引开自己之后 转而偷摸进入到了这院子之中 一念至此 东方不败的脸色也是瞬间沉了下来 在东方不败的心中 此时曲阳的行径 已经是触碰到东方不败的底线了 连带着 东方不败的眼中 亦是有着一抹杀意流转 不过 还不等东方不败心中的杀意凝聚 当视线瞥了一眼楚清和时 东方不败眼中的杀意 又是快速地消退 转而轻哼一声后坐了下来 底线这东西 从来都是对人的 遇见不合适的人 底线永远都是底线 逆临不可犯 处之必死 当遇见在意的人时 底线这东西 降一降 也不是不行 可底线虽然是降了 但东方不败的心情 却是完全反映在脸上 一注相后 随着曲飞烟的房门被打开 此时 一脸茫然的曲扬 被曲飞烟给推了出来 一边推 曲扬背后的曲飞烟 还是嘟囔道 赶紧走吧 再不走一会儿 东方姐姐回来 爷爷你就惨了 只是 这话才刚刚出口 从房间里面出来的曲飞烟 第一时间便看见了 院中的东方不败 脸色瞬间僵硬了起来 同一时间 曲扬也是注意到了 院中那身着红袍的东方不败 注意到东方不败 那明显充满了不渝和冰冷的眼神 曲扬的身体 止不住抖了抖 冷汗瞬间也是 从后背溢出了出来 视线 落于东方不败的身上 曲飞烟脸上 堆砌出无比甜美的笑容 东方姐姐 连带着尾音都是拖了一下 只是对于曲飞烟此刻的卖乖 东方不败 却是没有搭理 而是将目光放在曲扬的身上间 眼中冷意凝聚不散 这眼神就如同冰刀一样 当感知到东方不败此时的眼神时 曲扬感觉自己的脖子也是拔凉拔凉的 几夕后 随着东方不败抓起石桌上的一个包裹 起身之后身形一闪遍向着外面掠取 同时 东方不败那冰冷到完全不带丝毫温度的声音 也是传入曲扬的耳中 出来 声音冰冷的仿佛不带丝毫温度 同时也是充满了命令的口吻 曲扬见此 看了一眼身旁的曲飞烟后 咬了咬牙也是运转轻弓 追着东方不败离开的方向而去 待到曲扬离开后 曲飞烟不尽略显担忧地看向楚清和 公子 你说东方姐姐不会对我爷爷怎么样吧 对于曲飞烟此时的担忧 楚清和则是漫不经心道 放心吧 要对你爷爷出手 刚刚就冲进来了 听到这话 曲飞烟心中才是稍安 看着曲飞烟这稍稍放下心来的样子 楚清和也是略显无语道 下一次 让你爷爷来的时候 还是敲门得好 毕竟楚清和这院子里面的毒 也是有时效性的 隔一段时间就得补充一下 万一后面哪天换了一种更霸道的毒药 曲扬再翻个墙 到时候直接量了怎么办 街道上 此时已是害时 虽说雨水成地处偏远没有宵禁 但在这城溪边上 随着城门关闭 街上自然也没什么人 在从空中落下后 看着身前覆手而立的东方不败 曲扬连忙单膝跪地 教主 面对曲扬的行礼 此时的东方不败 却是没有第一时间回应 面部对着前方间 东方不败的眼神 则是吓撇 看着半跪在自己身前的曲扬 眼神冷漠 傲然且又带着浓浓的蔑视 仿佛是感觉到 东方不败 此时这居高临下的眼神 曲扬低着的头 完全不敢抬起来 只是觉得浑身上下的血液 都仿佛变成了万年寒冰一般 冷入骨髓 两久 东方不败的声音 才是缓缓地响起 以前 本教主倒是没发现 你还有这样的胆色 倒是让本教主 对你刮目相看啊 须知 东方不败的凶名在外 走到现如今 几乎都是凭借着 东方不败一手杀出来的 作为日月神交的教主 若是真的像平时在楚清河院中那般 如何能够压得住日月神交那些 本身就是在刀口上填写的教众 在楚清河身边的东方不败 与没有楚清河在身边的东方不败 本身就是天差地别 因此 虽然只是一句话 却足以让此时的曲扬身体 止不住地颤抖了去起来 属下之错 还请教主恕罪 恕罪 东方不败眼睛轻眯 真气瞬间便是扩散至全身 原本负于身后的拳头 也是瞬间变成手掌 即便是在这黑夜之中 那星红如血的真气 也是清晰可见 只是 当这动手的念头浮现在时 却是再一次被东方不败压下 深呼吸后 东方不败将声音带着森然之感到 看在飞烟的份上 今日本教主不杀你 再有下次 本教主劝你 还是先跟飞烟交代好后事 听着东方不败这话 曲扬心中顿时一松 多谢教主 看着面前语气明显缓和下来的曲扬 东方不败心中冷哼一声 随后将手中的包裹丢在曲扬的面前 虽说里面都是装得瓶瓶罐罐 但在东方不败的真气之下 竟是没有半点的破损 念你在神教这些年 这里面的药酒 算是赏赐 具体功效你自己体会 在这之中 有着一颗丹药 重伤之时服用 能保你一命 面对东方不败 此时所说 曲扬不禁诧异地看向面前 这这一个包裹 第一时间想到的 便是东方不败想要毒死自己 不过下一瞬 考虑到东方不败的实力和往日的作风 曲扬觉得自己太看得起自己了 当即叩头道 属下多谢 教主赏赐真 东方不败冷声道 记着 这里面的东西只能你自己服用 若是有朝一日 本教主在外面得知有外人知道这些东西 后果你自己明白 曲扬连忙道 教主放心 属下定然不会将消息外泄 见此 东方不败才是轻甩衣袖 将东方不败这动作收入眼中 曲扬拿着东西缓缓起身 在弓着身子后退几步之后 这才是转身快速离开 看着曲扬那快速远去的背影 东方不败眼睛轻眯 轻轻吐出一口浊气后 东方不败身形把高尖 才是重新回到院中 而当楚清和那慵懒的神情 收入眼中的瞬间 东方不败方才心中的杀意 以及不满 又是如同退潮 一般快速地退却 转而让东方不败的情绪 快速地平复了下去 情之一字 最是伤人 却往往又最是俯人心 待到东方不败坐下来后 曲飞烟立刻起身 给东方不败倒酒 等到东方不败轻吓一口后 曲飞烟才是问道 东方姐姐 我爷爷 东方不败缓声道 走了 东西也交给他了 听着东方不败所说 曲飞烟甜甜一笑道 多谢东方姐姐 不过 有着之前曲阳的事情 现在也是夜深 这麻将 肯定是不能继续打了 因此 在放心下来后 曲飞烟便拉着小招 钻入自己的房间之中 独留楚清和三人 待在这院中 相伴而作奸 喝着杯中微热的酒水 感受着美酒入度后身体之中 那徐徐流转的暖意 东方不败 此时 却是忽然 有些庆幸 白天同意了曲阳 归隐山林的请求 否则的话 若是继续将这曲阳 留在日月神教之中 日后若是一切如常到好 可一旦犯错 考虑到曲飞烟和楚清和 以后对于这曲阳 东方不败 倒是不好处理 现在走了 反而倒是解决了 东方不败一个顾虑 裙带关系 向来也是麻烦所在 至少 东方不败不想 因为自己的一些原因 狠就让楚清和 因为一个无关轻重的人 和自己产生隔阂 哪怕只是一点的隔阂 意识不允 今日份额的 一万五千字更新 贵求订阅和数据支持啊 请不吝点赞 landsby�